每年最不會得分的球隊 就是白襪 但Abreu的全力打爆發力 可是數一數二 四局上白襪主炮個人秀 四局下皇家靠團隊合作 連得三分把比數逆轉 白襪雖然落後 但五局上有大好反攻機會 一二雷有人又是輪到Abreu打擊 可惜跑壘操之過擊 白襪發生跑壘失誤 斷送反攻機會 氣勢轉到皇家身上 五局下半立刻攻下四分大局 黃家拉開領先 白襪沒有一決不振 六局上半也連得四分 白襪追到只差一分 不過皇家每年最優的牛棚起動 最後三局完全封鎖白襪反攻 終結著Holland連標3K 守住一分差的勝利 拿下救援成功 中場皇家以7比6 險勝白襪 拿下主場六連勝 民視新聞陳建軍 黃俊玉綜合報導